你指她的粗心是指什么呢 她就想让我 她没说之前 我就把这个话给说出来 那次给我打了电话 我想买个蓝牙耳机 我说想呗 开玩笑吧 然后她说你怎么说话 我说那买 就这个 生气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打电话的时候 是我跟我朋友都在一块 就给你打电话说 我想买个蓝牙耳机 然后你就说那一想着吧 你当时就啥语气 跟我说话的 不是 怎么了呢 姑娘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她前女友 纠缠你这么大的事 纠缠了一年多 你不纠结 你在纠结这种 说话的语气和态度 在最微小的细节上 无限地在放大 男生是不是有时候 会觉得很无奈一些 对 好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区 其实我跟赵川的感觉是 这个不错的吗 别意识了 这种不错的事 我会觉得很无奈一样 我会觉得很无奈一样 好多的事 我会觉得很无奈一样 我会觉得很无奈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两点都有 好 那就一点一点说清楚 在自己女朋友被欺负时 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说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之所以不敢 一定有跟你跟前女儿分手的 真实的原因相关 所以两个问题其实核心是一个 她曾经说了一次谎 她就一定要用各种谎言来弥补 她陷入到一个怪圈里了 好 那你是否也要被她带进去 我们再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无论如何 不管当时状况是怎么样 已经过去了 你会因为一个外人 所以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吗 或者说你 因她当时说跟前女儿分开的原因 真与假叙实 你会判断这个人不可靠吗 如果真能 那你还真要把这个弄一个水落石出 然后再决定 跟不跟她分手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索性见识就让它过去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一直存在于你们的未来当中 也就是你其实人为的 找了很多的事情要救她的错 说白了你这口气没咽下 现在你做这个决定能咽下吗 你就让它过去 能过去吗 如果不能来一个痛快的了断 好 你告诉我 所有的真相 那我选择继续 或者是不继续 否则这件事会影响你的感情 会影响你的学业 对不对 会影响很多的事情 你咽得下这口气就可以过 咽不下 你就让这件事情水落石出 懂了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